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其中包括民国两任大总统袁世凯 黎元洪 在民国初年 这沈佩真曾是京城的著名北方女郎 神通广大的女政客 鼓吹地质的红线女臣 沈佩真首先拿下的是黎元洪 武昌手艺后 沈佩真急盯上了 被革命党人推上大独独宝座的黎元洪 欲以此为阶梯步入名利场 而龚成名就后的黎 也确实对这位美貌时尚的新女竞动了心 于是 两人很快便发生了暧昧关系 但不久两人的关系被黎元洪的小妾威文秀发掘了 威文秀顿时错意大法 闹得不可开交 最终逼迫黎元洪把沈佩真赶出武汉才罢休 被黎元洪赶出武汉后 沈佩真带着一肚子的委屈跑到京城 加入了早年的北漂义族 十九 十二年八月 沈佩真作为同盟会会员 曾参加了在京城湖广会所举行的同盟会改组大会 沈佩真和她的姐妹们非常兴奋地期待着 与男人们平起平坐 分享权利 然而 当秘书长宋教人念完国民党新党章 听到党章内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款时 沈佩真拉起唐荃英就冲上了主席台 扭住宋教人就打 随后 沈佩真 唐荃英又专门遗见了孙中山 沈佩真哭声正无 贵类诉说 她和唐荃英等女子 把生死制之度外 分走于炸弹队 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由 争取平权斗争失败后 热忠于政治投机的她 又在北京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她先是放上了执掌京城治安大权的不军统领江朝宗 任其为义父 不久 即任曾任五位军总司令的段之贵 为叔父 这妇女 叔之间的关系自然暧昧 记住这两大权贵的眼见 沈佩真便以支持地质为名 成为袁世凯门生 1915年 袁世凯复辟时 沈佩真印制了一张大名片 中间一行大字是 大总统门生沈佩真 原来 沈佩真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 而袁世凯是该校的创办人 称其为老师也算是顺理成章 据说 袁世凯居然点头默认了 加之沈佩真做风豪发 袁世凯当然不会拒绝这位时髦女郎的头怀送抱 随后 袁世凯政府任命她为总统府顾问 派其副随缘 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 从政后的沈佩真做事更为颇大 纠结起一批同为北洋一族的新女性 美其名约女志士 由她自认首领 京城带着她们出没于总统府及权贵宅地 江朝中等人为徒方便 特在京城为这批女志士设议办事处 沈佩真为处长 这名义上赞助帝制的办事处 实际上 相当于高级娱乐会所 既像饭店 又四季馆 由于江朝中 段之贵等京城政要权贵是此间的常客 便招来诸多好 官要官的 一时门庭着事 沈佩真明道四方 红的发子 过于招摇 总会招人眼红 那一年神珠报便发布了一条爆炸性八卦消息 指明道姓的称 沈佩真与布军统领江朝中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 华春喝酒嗅饺 这条消息一连登了三天 沈佩真见报后不然大怒 立即要求神珠报主编汪鹏年代酒席请罪 并登报声明 但汪不予理睬 于是 沈佩真亲率二十多名女将 以及几十名卫士冲进汪公馆 汪鹏年一见来者不善 赶紧从后门开溜 众议员郭同与汪鹏年是同乡 正客气在汪公馆 听着喧哗声就开门出来看着究竟 话没出口 众女将就一拥而入 将郭同一顿拳打脚踢 随后 又将汪家室内的家具物件打得稀烂 方帅众人扬长而去 沈佩真大那荒宅 勿伤郭同 郭同怎样下这口恶气 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 事情闹大了 江朝宗等便不敢出面了 袁世凯也感到 自己的门声实在丢脸 就放出风来要求法办 最终的结果是 沈佩真发尽压断年 这场风波过后 沈佩真便风光不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